大家好,我是書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四個字,恐慌信號 先說說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表現都一般 雖然跌幅不多,但早段升得不錯 但升得上25800水平後,無以為計,慢慢回落 最後倒跌48點,收了25,685點 成交都縮了748億 今日的市場能夠做好,早段做好 多得之前跌得差的股份反彈,包括地產股 只不過,之前做得好的,今日回軟 包括藥物股、內房股 以至,這隻股王騰訊今日跌2% 令市不能保住升幅,反而跌48點 說回整個市形勢,記得昨天節目提到 估計恒新指數向上有阻力 但大跌風險亦不大 換言之,估計紮幅上落 今日看的情況,都是跟預測大致相似 沒有方向,全日大約200多點上落 高低位,不算大波幅 第二,剛才提過,成交都是小的 比之前,特別是比之前,試過過1000億 昨天也900億以上,今日只剩748億 成交明顯縮減顯示,沒有方向 看這個情況,估計明天都可能類似走勢 因為明天就是結算 結算日,現在看的狀況 今日,昨天都是沒有什麼方向上落 到結算日,通常都是大約是這樣的情況 特別是結算日,在敲定之前,大約下午三點之前 通常都是維持這樣的走勢 沒有明顯方向 只不過,結算日,大致敲定 之後會怎樣呢? 看來可能偏遠的可能性 是大一點點 原因是可以從點題的幾個字 恐慌信號說起 恐慌信號告訴大家 其實在外圍市場出現恐慌信號也好 預測也好 令大家對後市都有點驚驚 首先說外圍,就是說美股 美國方面先說債市 今天債市出現了所謂三重倒掛的訊號 債息倒掛 債息倒掛,大家都知道是一般的 意思就是,長債的息是低於短期債的債息 今日更加出現三重倒掛 分別是兩年期和十年期 三個月和十年期 三個月和三十年期的債息都出現倒掛 這個情況比較罕見 因為三重倒掛各自超過十年或以上 未出現過 最早都是2009年之前出現過 有些是2007年才出現過 現在都紛紛出現三重債息 大家看到這就是十年期的國債知息 三重倒掛之餘 十年期已到達1.4% 極之低 顯示,這個可說是一個恐慌信號 是由債券市場發出的 告訴大家,債券市場人士擔心 接下來的經濟相當差 所以紛紛部署買多些長債 令債券市場下跌 這三重倒掛為之恐慌信號的第一 第二個恐慌信號 就是大媽債紛紛出來長談經濟 包括誰是新末日博士之稱的盧賓利 雖然都說新不太新 2008年已經有這個信號 有這個稱號 但畢竟叫開就這樣叫 他就說有三個因素 可能令指,美國經濟會出現 經濟衰退在2020年的時候 這三個因素是甚麼呢 第一,中美貿易戰和貨幣戰 就越搞越和 特別提到,美國已經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 第二,中美科技戰都會越拼越勁 包括5G、5G、人工智能 以至機械人方面 中美都會激烈的角逐 這亦有可能令到經濟出現衰退 加上油價上升的風險 特別提出,美國和伊朗的衝突升溫 如果發生軍事衝突 有可能令油價飆升 令到經濟受到打擊 這是另一方面的信號 加上,美股方面都會出現類似的恐慌信號 說的是甚麼呢 其實昨天節目也提及過 野村再次發出 美股可能這個星期尾大跌 出現所謂怪獸級跌狼的恐怖預測 到今天有些大行出來建議投資者減持 說的是甚麼呢 就是瑞銀建議客戶減持股票 說貿易方面的情況 令到持有股票的風險增加 對上一次瑞銀跳出來叫客戶減持 也很久以前的事 是2012年 歐澤危機深重的時候 曾經發出類似的建議 現在又來一次,都可以說是恐慌的信號 事實上,看到杜營絲工業平均指數走勢都一般 昨天跌8、2點 之前出現的小陽燭 昨天高開低收出現大陰燭 出現所謂村頭破腳的走勢 又再次偏遠 主要支持210天線和200天線 200天線是25600 不遠的,差80點 所以這是另一個信號 加上,除了美國方面 債和股票出現恐慌信號的同時 中國的情況也有點不太理想 一方面 其實今天出現一個好的角策 就是關於促進消費20條的角策 試圖透過拉動內需 而推高整個經濟增長 重點是甚麼呢 就是汽車和夜間經濟 這些方向大致方是甚麼呢 包括改善步行街 提及促進消費 以至促進汽車的消費 和夜間的商業活動 特別是夜經濟去做 只可惜出現新的角策 內地的傳媒都說 大張旗鼓說得很厲害 又說政策紅利就來襲 但內地股市也好 香港股市也不見得太有反應 見到上映指數 現在還要跌 跌8點 雖然不多,但也跌 沒有受到角策的推動 國企指數也是要跌15點 亦都並未受到刺激 中資股竟然不受到角策利好的刺激 多少顯示在市底一般 值得留意 加上人仔繼續弱 人民幣走勢 最新報到7.16 已經持續跌了很多天 是11天 連跌11天 雖然每次跌幅不多 但也不是一個好的訊號 所以這情況之下,港股很有可能是明天結算完 結算價大致敲定後 是一個回整 而恆生之數 好,今天報25615 明顯受制於島嶺頂 昨天節目看過 主要支持在前浪底 第一級支持 受制於前浪底 估計結算後 反覆再次前浪底的支持 前浪底是24900 大家看著這個位置 25000點心理關口 這兩位結算後 可能受到考驗的水平 好時間關係,今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